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年货预购来到了第三部曲了 很精彩哦 那因为我想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的年菜啊年货 它大部分的包装是怎么样 所以我这边有示范给大家看 毕竟我们今年有很多新的社员加入 所以可能不太了解 这个是佛跳墙 打开来会看到一包很大包的 所有的料袋里面 然后佛跳墙很特别的是 芋头跟今年多的 这一个东北角养殖的酒孔 会另外包 在加热的时候啊 佛跳墙我会建议 你加热的时候 让它有焖炖焖炖这样 因为这样子它的汤汁味道 才会更融合 如果你只有用电锅下去 我觉得那个味道会比较淡一点 然后这边再看到是五柳汁金苍 也是一样让大家看 它也是 鱼跟那个酱汁是分开的 五柳汁金苍啊 基本上它是台南的古早味 然后我们这支鱼啊 用的也是我们合作社生产者的黄金苍 所以因为它两个分开 所以适合过年拜拜的时候 你就淋上五柳汁酱 就可以成为餐桌上的吉祥年菜 其实也很方便 然后这边看到这一道是红麒乳豬角 这个只有半份而已 因为我到战所去的时候 我们已经取了半份拿出来做试吃了 这个一样也是用电锅加热 所以非常方便 我都觉得过年的时候啊 不要让自己太忙太累 如果有很多是一些成品了 我们只负责加热 我觉得这样子 我们妈妈祖父们就可以轻松许多 接下来看到的是剥皮辣椒菌菇汤 这道汤品在加热的时候 它一样也是汤汁跟鸡是分开的 然后鸡也是整只 头啊脚都会有 所以都可以拜拜用 然后这个汤汁呢 在加热的时候啊 你可以在自己额外再多加 300cc到500cc的水 然后也可以买新鲜菇类下去加 因为这个汤汁用的是 我们的合作社的有机干燥菇 所以它的香气够 但是菇类会比较少 因为有机干燥菇 它的成本就是比较贵 对所以你可以自己 再加菇类下去 然后这道汤喝起来啊 如果你真的一点辣都不行了 当然就没办法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我是觉得它的辣度 是我可以接受的 然后这边看到就是 刚跟大家讲的佛跳墙 记得哦 就是你最后再把酒孔跟芋头 最后再放下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 它的料其实很多 有猪排骨 猪脚 干干贝 鱿鱼 鞍鱼蛋 栗子 芋头 笋片 银杏都有 对然后它是长时间下去熬煮的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在加热的时候 你也要再让它去走一次熬煮的路线 因为这样子整个佛跳墙的 汤汁味道就会更融合 好了接下来还有蔬食的介绍 好我们期待下一集哦拜拜